你們年輕時 通常去拜年面對三姑六婆 會有甚麼刁難的話題和貼心問候 前陣子就準備升級學校 讀甚麼科目 選甚麼科目 問得最多 通常親戚都是關心你 你選這科目,好像沒甚麼前途 我會討論你選過的東西 做事也一樣 不是… 你做這項目 你做這項目 甚麼時候會職 有前途嗎?找東西吃嗎 好像… 賺得不太多 你說走一大約 也要二、三十萬一個月左右 對… 要殺了他 不要帶他,反正他會檢查你的糧丹 直接帶他去收拾 不,但這樣他就覺得… 你很入味,不然應該有表示嗎 吃飯… 送禮那些東西 這項是你 要盡量 一個月賺二十萬元 然後拿到去就拿一包冬菇 就不合理嗎? 最重要是減價,特價的冬菇 我寫著特價 特價 這樣就包了 還有一個遊戲想跟大家玩一下 因為我們在拜年時 經常會見到很久沒見的親戚 可能一年或兩年以上沒見過 突然你看到… 我們年輕人是直腸直肚 你又想說一些很優雅的說話 而不失又有一些毒蝕的元素 不是毒蝕,即是真摯一點 真摯一點,對… 我們會讓你看看的 有不同的環境 你看看你們如何應對 對,真摯,例如你看到你的表姐 很久沒見,就像豬一樣 我真的很肥 你現在不早就跟她說 但你不可以這樣說 新年代說的真是很不開心的 你會如何演繹這番說話 有創意地 優雅得來又有少許毒蝕 寫下她可以… 寫下她… 同一句話用另一句話 對,另一個演繹方式 這個太值了,太真的,對吧 直接說表姐胖了,對吧 對,你們寫了嗎?好,彈出來看看 明師,你先說 但表姐,你何時生小孩 你現在身體很準備好 你身體很準備好嗎? 我看了 真的很壞 馮妍影,你會這樣嗎? 我會稱讚她 看你的樣子,真是一個腹尚 又肉地得來,又豬圓肉潤 現在男人很流行這些微伴侶 什麼微伴侶? 微伴侶… 肥伴侶… 肥伴侶 微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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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研究說 屁股多一點肉、脂肪 生出來的小朋友會聰明一點 而且臉多一點肥膏 又會沒那麼多皺紋 你就好了 但她還要跟你說 我剛年三晚跟男朋友分手了 那怎麼辦? 吃年糕了 不用怕,也不用擔心 也不用擔心 強姦 這個很毒瀉 太拖了 你看到你的親戚很想說 搞甚麼 樣子差了那麼多 Danny呢 下個月韓國機票有期 然後她就… 她放鬆一下 韓國有甚麼好玩 她說不知道 香港二人同行 一人價錢,還快點 停止了 新年是否換了一個形象 現在先加上了 我也是差不多 有沒有興趣做高級時裝模特兒 我覺得你的樣子很有角色 很有個性 角色也是不漂亮的